开始就有很大的炎雾 哇 侧步三分 好球 漂亮 压上 阿布杜莎阿布这一球 主场的音乐也很特点 很有特点 很喜欢 王者荣耀 开场音乐 好 现在比赛马上开始了 这边中队是拿到了第一次的进攻球权 这场比赛和上一场是 开局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上一场的第一节非常糟糕 我们是只得到了4分 那尤其是 你说你把詹姆斯 杜兰特 放哪个队 他也是詹姆斯和杜兰特 得磨合 他得和打王者荣耀一样 你一个普通王者 你一个普通王者 我去单排去 要说职业球员可能稍微的好一点 也比较柔和 这边集合出来了 看外线刘志轩的三分球 非常坚决 非常坚决 澳大利亚队是请求了暂停 给大王也顶了个猎气 这是他的点 好球 三分命中 中队是已经领先到十分了 都是外线现在比较出色的攻击手 孙明辉他能突破 赵瑞比较全面 他也有不错的个人的技术 空切 好球 防得不错 这个球就判断到对手的意图 前场的三打四 阿布特沙姆制造了对方的犯规 很强硬 因为他对方 他面前的五号球员是一个外线 对 这球是很好的一个预判 对 刚才国家队的宣传片 刚才我突然发现王真凌长得很像 KPL跟我搭档的一个嘉宾 叫OP 玩咱们腾讯的一些游戏 一开始又有很大的延误 哇 侧布三分 好球 漂亮 压上 阿布特沙拉布 这球投的是足够霸气 很长士气 18分的领先优势 48比30 中国队呢 在上半场 是已经领先到了18分 48 NPL 30 能表现队 30分 各位就让休息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非常好玩的游戏 不要走开哦 这个手地手 好球 真漂亮 阿布特沙拉布 很聪明 用了一个时间差 对 这个进攻水平啊 基本上和前两场是持平的 但是他们的防守呢 出现了问题 中队的进攻呢 今天是多点开花 火力全开 这阿布特沙拉布 得了最快又得2分了 好 那这样呢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中国队是82比62 20分的优势 击败了澳大利亚 NBL连队